五位女嘉宾 嗨 大家好 一号女嘉宾你好 大家好 我是爱旅游爱生活的马兽村 欢迎二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能挣钱能吃点提了我没有错 三号女嘉宾你好 两个人不光要风华雪月 更是要柴米油盐 欢迎四号女嘉宾 我想在对的时间 在对的场合遇见到你 你是我的缘吗 掌声有请 五号女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晋的五女士 如果喜欢我 就到爱旅选择来找我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呢 可以说是重情重义 那他到底怎么个重情重义法呢 掌声请他上场 我下半生的那一半 男嘉宾一上场 确实是挺帅气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 特意配合我们这个场面呢 穿得这么厚的西服 这是啥事啊 今儿多热呀 都快三十度了 坐了四个小时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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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车 我那给他感冒了 我刚才进门把他也填上了 就感觉到有点凉是不是 对 你现在还冷吗 因为这个西服就够厚的了 里边还是个毛衫 这一会儿滑滑我也躺汗了 不能 不能是不是 我求这位男士吧 长得非常帅 但就眼睛非常小 你赶紧呢 挺好的 您呢 一上台 其实最抢眼的不是您 是您手里的这个小盒 这里边装的是啥呀 这是新疆的土特产 您家是哪的 我是昌途 这是来自于昌途的新疆的土特产 是不是 不是 这位先生是不是来做生意 做广告来了 为啥今天相亲特意带了核桃呢 百年好核 就意义着百年好核 是不是 这核桃是只能看不能吃吗 这个东西是营养品的随便 随便吃是不是 主要是给谁带的 女嘉宾还有台上的工作人员都可以 工作人员都可以吃 人都说嘛 核桃补脑 你觉得我们仨谁最应该吃 都应该吃 除了百年好核以外 没有一句话不得罪人的 您男嘉宾都说了 在家里边这核桃都吃饱饱了 这个不能 这个当然 我也已经补得非常聪明了 要不然能赖在爱的选择 这个舞台上找媳妇吗 是不是 这多聪明的人才能来这个舞台 对不对 那我先把那核桃格 让他俩先补补行不行 可以 补明白了 好好给咱们介绍这些小话 是吧 咱们男嘉宾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士 就特别实诚 接下来咱看看男嘉宾生活怎么样 19730号 农嘉宾张宝 铁领人 六十八岁 丧某个体经营 有住房子女独立 大家好 我叫张某 来自铁领昌土 今年六十八岁 我给自己的评价就是四个字 聪明果敢 我的经历非常丰富 干过建材 做过销售 还干了三十八年的建材买卖 看这栋楼就是我自己打平盖起来的 从设计到施工 都是我自己一手操办的 之前把房租出去 一年能租三五万 现在自己干 我这个楼大概是六百坪左右 现在主要经营是 随暖还有日涨 你这一年的承递多少 一年的承递 现在这马上真能干 也就是十万八万的都 怎么上 我六千万块钱吧 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 我想以后 给老伴一个幸福的生活 希望我的另一伴 性格好 身体健康 爱的选择 我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